嗨,大家好,好久不见 那今天呢,我要和大家一起来开这一盒的油包 其实这个油包是我昨天刚收到的 那我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开一盒 那我做了一些什么呢? 那首先呢,其实它 这个东西就是它是用慢油 就是已经买了很久的东西 我幸运是,这个好像是太多,太多的一些东西 那我这次就是做了蛮多东西 那它就很好的,就是选了慢油的方式 就在我们这里,慢油的方式 当然是这样的,就比较快一点 那我们来看这一个盒 这个也就是蛮重的,其实蛮重的 大概是写着是3.66个重量 大概等了两个星期我就已经收到了 哒哒,已经开了 那我来,拆开一下 我帮我买了些什么呢? 其实我购买的东西大多数就是日常用 嗯,然后就是什么呢?就是泰国代购的一些 微信国,然后他们有那个帮忙带购一些东西 然后他这就是去了泰国走一看,然后就有帮忙带购了 好的,我大概已经开了 好的,我大概已经开了 那先第一个我们来看这个 石牌的一个爽身粉来的 那我就是买了两个大罐,然后还会有送一个中罐的配套 嗯,那如果你是在本地购买这个大罐的话 那它价钱是卖马币11令吉多 那在泰国购买的话,当然是比平一些 尤其是这个有一组的配套 那我在视频里会得到大家分享 那另外呢,会看到这一罐 这一罐是什么呢? 它也是石牌的一个沐浴乳来的烧过酒 那为什么会购买它呢? 就是因为它,因为如果你是用 知道用这个石牌的爽身粉 它是不只能够止痒 之外呢,它是很有效的 就是,呃,就是很凉,很凉爽 你用了过后就是很凉爽 那我先生就很喜欢就是用这个石牌的爽身粉 就是说好了,过后就用那个爽身粉 就是有那个凉爽的感觉 那我就看到它有 啊,找了这个沐浴乳 就是post在微博上 那我就,问它价钱过后呢 我就买了 那你们可以看到,我就是买了 买一送一的这个配套 那它价格当然是 买一送一会比较划算啦 嗯,那在本地 蛇牌这个沐浴乳是很难找到的 那这个爽身粉当然是很容易找到 啊,有配套的话当然是很难找到的 那它们都是拆散了 的去买 那这个review呢,它就是很可爱 我发觉到它们的review呢 它跟它的瓶罐一样 就是它这个review是用这个盖的 然后它的original是有一个punch 就是说,啊,这个完了过后呢 你要用它的review 你只要拆这个盖过后 把这个punch套上去就可以用了 所以我还蛮觉得 自己买了好对的一个东西的 那接着呢,接着是这个 这是我有在 啊,搜索一些 他们有分享泰国密码的东西 那这个是其中一个 就是body lotion来的 这是Santuse的一个牌子 body lotion 就是一个 啊,这个 body lotion 那它就是有两个不一样的 啊,task 然后有一个粉色跟蓝色 那我最终下决定买这个蓝 这个蓝的应该是算 Origis for whitening body lotion 那这个还蛮大罐 就是by apple 只是想要尝试啦 因为他们说超帅超帅 那另外呢 我就是买了一些 很多这个青青罐的东西 那是什么呢 其實这个是青草药膏 不知道你们 呃 就觉得我很怪你 为什么买了这么多青草药膏 那这个,这个故事其实还是这样子的 是我母亲 呃,就是常常我有刮烧啊 呃,刮到啊 就是,或者是 给猫找到啊 或者是,呃 草啊,草 有时长的草 你会弄到脚会敏感 会比较痒 然后你只爬,或者是很痒 给蚊子钉 你用这个青草药膏是很有效 超级很有效 所以我母亲一直很推荐我 买这个青草药膏 他只要看到我身体流泪一清 他就这样 你去用那个青草药膏涂就OK了 嗯,那我就看到他们有卖 嗯,然后我就买了 那他在寻找的过程当中呢 他有找到最小的 中的,还有大的 那我就买了小中大 那我们先来看这个 最小罐的 最小罐的还蛮小 那他有800g 哦,开封的话 就是这样子 轻轻的一个药膏来的 味道还蛮小 那中的呢 它是18g 那中的话 你在本地购买的话呢 它价格在 12到14 因为我大概有些手手看 那他这个 中二好像是 马币 6块8块 10块罢了 我觉得还蛮便宜的 你最多输在孕肺罢了 然后这个是最大罐 最大罐就是 36g 然后很特别就是 中小 跟大 分别就是他没有包装好 然后他这个大就有 然后他其实大到没有大多少 然后我们来看他多大 其实他就是大在他的 比较高啦 所以他的量会多 他不是很大个的 我觉得还蛮可以 我本来要交代我母亲去买大的 因为他买了很多个 其实这个三个中的都是他的 然后我只是买了三个 就是小中大 所以就全部有只有六个 所以就全部有只有六个 嗯 好的 嗯 是泰国还蛮便宜的 你们买这个 那另外一个 这个是没有关系的 那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还蛮top的 就是 拉头杂的一个 牌子来的 那我就是买了 紧致幻肤秀身乳 一个减肥的 你们应该会知道 那这是因为他的朋友亲货啦 然后 价格 我觉得还蛮很低很低的 我只是为了想要试 然后我就买了 然后其实 亲货他的截止日期还蛮久的 嗯 就是2019年 好的 那今天呢 我就大概和大家分享的东西就到这里 就是和疫情和大家拆包裹之外呢 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借这个 呃 就是 呃 呃 这个泰国代购买的东西 我最多就是输在 呃 运费吧 因为我们 的运费不管是慢油 啊 快油 快油当然是会比较贵 因为他重量会比较大 因为我重量这个大概是 呃 三点 三点多 然后还蛮重的 那我慢 我慢油大概付了 马币二十多 嗯 那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东西就到这了 希望大家会喜欢 拜拜